妳現在在裡面都在做什麼 答應我的殘酷 殘酷 3 2 1 請進 你好 今天的特別企劃就是我要來甄莉 我住了二十幾年的房間 雖然說二十幾年啦 但是嚴格來說我上大學之後 我就很少再回來這個房間了 尤其是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從去年四月到今年的一月底 快二月 我都還沒有回過這個房間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請問 就你現在變成什麼鬼樣子 就想問我現在幫我轉進的我妹 是不是現在都變成人家用 妳現在在裡面都在做什麼 答應我的殘酷 殘酷 3 2 1 請進 超可怕 書桌這個地方也是 基本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空隙 床頭櫃 衣櫃也變得超恐怖的我的天啊 今天第一天 我們就 胸無大致 先來把這個房間裡面 確定不要的垃圾清出來就好 好那我們就先從這一區開始 因為我妹說這一區垃圾最多 所以垃圾都朝這邊丟是不是 首先我放眼望去 這邊有非常多的紙箱 所以我們先從鴿紙箱開始 為什麼會有Sugar啊 這可能是我之前16年的時候 去參加他們的演唱會的時候 場外的周邊 就那種粉絲自己贏的 等一下我又發現了 另外一個房大的東西 登登 90張套裝 而且他說他是 有聲分享明信片 還說什麼有WiFi的話 他就會講話 但是它上面全部都是簡體字 所以這應該是盜版 我為以前青春懵懂的Cindy 道歉 千萬不要買盜版的東西好了嗎 所以我要把它丟掉 這是從我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用到現在的書桌 真的是遙遙欲墜耶 所以就想把東西清一清之後 再找那種大型家具清運的公司 來幫忙清掉 想像해보는 너의 얼굴 빨리 보고 싶어 난 사랑해 좋아해 촌스럽지만 이렇게 고백해 大概清了書櫃前面的區域 還有書桌跟床頭櫃 不過呢 我們還有大魔王 也就是我身在身後的這一對 還有我妹現在專注的Cosplay區 也是非常非常的亂 然後再來就是衣櫃 這三處 弄亂的年份有多長 我們整理的時間就要有多長好不好 第二天見吧 掰掰 Galaboon 今天是第二天 其實已經過了兩三個月了吧 過超久 那我們這次要整理的呢 就是我身後的這個衣櫃區 然後因為我妹有在玩Cosplay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她Cosplay的衣服 我想要幫她好好的整理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個衣櫃區 然後她也要做到 還有一把衣櫃區 一個衣櫃區 一把衣櫃區 一把衣櫃區 等一下被袋子弄住 太長了吧 哎 爸 到底在演出 I don't know where we will fall Nobody can see it Still there 登 接下來就是我身後這個最可怕的魔王區了 這邊其實主要就是放一些漫畫救贖 還有我以前國中美術班的一些作品啊 高中的一些課本考卷啊之類的 就是一些最難整頁的部分 因為會有很多回憶的元素在裡面 那一樣也是先做分類 然後把垃圾清出來 一開始就看到這麼懷念的漫畫 這個是麒麟王 是我童年 你看第一本甚至還是奇魂 因為我是收人家的舊書吧 所以他們都很泛黃了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書架上面 會放了一堆的一塊錢 人家是撿到一百塊 我也是撿到一塊錢 QQ 這本是我國中時候的作文筆記本 好懷念哦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寫作文都是走一個華麗的路線 就是我會寫很長的鋪陳 很像在寫小說的感覺 我最喜歡我自己寫的這一篇 叫水的人講 清晨的冷空氣 悄悄的吹進房子裡 被動的手腳發抖的我 打算倒一杯溫開水 來驅逐我身上的寒液 透明無色的液體冒著白煙 從湖口滑進了杯底 坐下來錯癮了幾口 我順著灑落在桌面上的陽光 看見了白色的窗戶 彷彿怕著涼而蓋上了柏兆山 其實是一層沉入形成的霜 這個行劇其實沒有很寬 然後我寫了整整 兩面 我現在有辦法寫這麼多字嗎? 國中美術班的畢業畫冊 這封面是我畫的 正面是驚嘆號 然後背面是問號 表示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性 然後我那個驚嘆號中間就有畫一些 我們班有關的小插圖 這什麼照片? 手還放在嘴巴旁邊是怎樣? 太錯作了吧 那個時候 Shiny的Rin Ding Dong剛出來 然後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Shiny 國中的時候 我就畫了Key跟泰銘的Q版 那San Hai還寫錯 Sar Lin Hai 旁邊就是我之前 國中畫的一些素描水彩 我還找到了我以前畫畫的畫冊 這好像是我在練透視的時候畫的 這本是紀錄我從高中 接觸攝影之後 自己拍的照片 這應該是我自己設計的二次元角色 然後我還會幫他畫 正面啦背面 笑起來的樣子 生氣的樣子 我以前也有想要當漫畫家的夢想 我會想要當漫畫家的存在 我還會想要當漫畫家的 We make this even worse It's gonna hide even more than this time 費勁的千辛萬苦 我終於跟我妹一起合力把我房間的舊書 還有舊的家具全部都整理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很驚人吧 就如大家所見 我房間要清運還有回收的 垃圾塞是太多了 光憑我一己之力 還要從三樓搬到一樓真的是太困難 所以我有上網去預約了 專人垃圾清運的服務 這個是你們到底打包的還是 我打包的 我都不輸你們才拿 抓起來 因為這樣講的都是 他們都會放在架子上等著我們去 真的嗎 這樣不會很累嗎 不會啊 好 我看到我房間的原貌 我真的是要試累 我真的是太感動了 淘汰掉舊的家具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來大改造了 稍微期待一下 終天財經頻道與前同行 通膨時代來臨荷包不缩水 台股美股etm 基金外幣黃金 虛榮貨幣 新穎貨幣還有風險 如何投資理財 創造被動收入 實現財富自由 房市火熱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價越打越高 何時才是買房好時機 請鎖定每週二五晚間八點鐘 中天財經頻道 周亞廷和您以前同行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李曉玲 全球正經周報 每週六日 最新總體經濟趨勢 報給您知道 咱是跟資金有關的這個市場 都會收縮 所以房屋市場也是一樣 明年的利率 是絕對高於它 所以明年應該 最後它的確率是2.8 歐洲絕對是 我產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金融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周到 最頂級的豪車試駕 最熱門的新車長鮮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靠東到10點點 豬豬哥來聊車 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魚菲力入將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 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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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